就算体内的抗体减少的 但人的身体有一些记忆的细胞 可以让你在身体第二次遇到冠状病毒的时候 知道怎么样制造抗体来抵抗病毒 这就好像我们大家到学校学习一样 我们为了应付考试 把很多资料挤进我们的脑袋里面 考试的时候通通出来 考试完后过了几个星期几个月 可能差不多都会忘光了 但是呢 我们还会保留很珍贵的教育技能和知识 使我们一生人都能够受毁 所以呢 身体制造抗体就像预备考试一样 体内细胞的反应就好像教育一样 尽管我们承认抵抗力会减弱 也会越来越多接种的人会被感染 所以好些国家已经决定展开疫苗追加剂计划 这么做的目的是要避免这个突破性的感染 突然增加 这就可以避免更多的人出现 病情严重的情况 这尤其对我们的年长者和其他高风险的群体非常重要 那么是哪两个群体呢 首先就是免疫功能受损的人 他们应该在打完第二剂疫苗的两个月后去打追加剂 来确保他们有足够的这个免疫力 我们会在下来的几个星期通过那些人的医生陆续的联络他们 第二个群体是那些超过60岁的年长者 以及那些在养老设施的住户 专家团建议这群人在接种第二剂疫苗 六个月到九个月以后施打追加剂 由于他们当中有些今年三月就打了第二剂疫苗 因此我们会从这个月起就是九月起 陆续邀请他们追打追加剂 所以Uncle Andy 当你们收到我们的邀请通过手机 SMS收到邀请的话 快点去打你的第三剂疫苗 这是卫生部所建议你做 是你所做的 专家团关注的另一个课题 就是这个混合疫苗的策略的有效程度 它的意思就是追加剂跟前两剂的疫苗不一样 很多家长也问我 有关小孩子接种疫苗的进展 目前针对未满12岁孩童的疫苗 临床研究还在进行中 研究必须证明这些疫苗 对小孩子来说是安全的 是有效的 卫生部估计这些研究完成后 而且得到相关监管单位的批准后 我们最快可能到明年年初 才能够为小孩子施打疫苗 就是这样的社会 关注的OMEBOD MING MING 感谢观看